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对方的缺点和错误上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被纠错的这个过程当中长大的 然后呢不管是长辈或者家长说话也比较直接 但是发现在美国在西方国家 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想去纠正别人的错误 有很多很多非常委婉的方式 更礼貌的方式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直接避免说一句 you are wrong 因为这个单词wrong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guilt and morality 也就是当你在说一句你错了的时候 你在无形当中会给对方造成这种负罪和道德压力感 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非常直截了当的说法 那么怎么样去委婉的表达你错了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当一个人的发音不正确或不标准的时候呢 与其你来一句you are wrong or this is pronounced wrong 你不如把它变成一个选择疑问句 比方说这个单词很多人会误念成为oven 但其实它的正确发音是oven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um is it pronounced oven or oven 变成一个选择疑问句听起来更礼貌 那么你还可以这样去说 um I think it's pronounced oven instead of oven 那么有些时候为了更委婉 这个听者是不会去明确的指出或提出这个纠错的 他会把这个正确的发音再重新发一遍 比方说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准备烤面包 这个时候你朋友说let's preheat the oven 那么你听到这个单词发的不对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去告诉他哦你这发的不太对 你可以把这个正确的发音再重复一遍 你可以说yes let's preheat the oven 那么当你的朋友听到这个正确发音的时候呢 他可能心里就意识到刚才他发的那个版本是不标准的 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如果我们为了更委婉 可以用上这个句型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excuse me if I'm wrong but I think it's pronounced oven excuse me if I'm wrong but I believe it's pronounced oven 用上这个句型excuse me if听起来会更委婉 那么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I'm afraid you are mistaken It's actually pronounced oven 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的学生会经常回答我的问题 那么有些时候不完全正确 为了表达我的委婉我经常会这样说 It's not a hundred percent correct but you're getting there 那么这句话you are getting there 非常非常有用 意思就是哎你接近了你快到了 意思是嗯你答的不错 但是呢你的答案并不完全正确 那么有些时候我还可以这样去说 Yes you're pretty close Yes you're pretty close You're pretty close 意思就是嗯你很接近 跟那个you're getting there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有些时候如果对方的答案不正确 我们绝对不要直接说you are wrong 那么平常我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 我可以说I'm afraid that's incorrect I'm afraid that's inaccurate 所以与其你来一句you're wrong 你不如把它变成一个间接的形式就是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那么还有些时候我可以说 I'm afraid you are not quite right I'm afraid you're not quite right 如果对方回答的问题是正确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去表达 You nailed it You nailed it 你还可以说you got it you got it 那么我们还可以这样去说就是 That's spot on That's spot on 完全正确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好